这是小鱼的行旅日记 走走停停 和我一起看世界 这两年甘肃旅游大热 很多朋友都来过甘肃 不过大多数游客会选择两条路线 第一条是河西走廊的人文之旅 第二条是甘南的自然风光之旅 我们这次旅行 选择了甘肃一个相对小众的 笼中城市定西 来了一次七天六晚的深度游 原计划是逛遍定西的一区六线 遗憾因为YQ原因 笼西和林桃两线没能成行 但即便如此 定西之旅仍然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在它低调的背后 竟然藏着如此丰富 且不为人知的美景 印象一 一半网于苍翠 一半苍茫辽阔 定西位于甘肃中部 统称笼中 地处黄土高原 青藏高原和西秦岭交汇地带 其自然地貌可以分为黄土丘陵沟壑区 和西秦岭区域两个自然类型区 我们这次自驾之旅 对这两片区域鲜明的差异 感受也尤为深刻 安定区 通位 隆西 林桃几个县区 属于丘陵沟壑地貌 在这里更能感受一种苍茫辽阔的大气之美 当我们抵达张县 明县 魏元三个县时 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色了 西秦岭赋予了这里网欲苍翠 自驾其中不再感觉苍茫辽阔 而是绿绿绿绿 张县的贵青山 遮阳山 魏元的魏和园 守阳山等等 都让我们见到了定西山水风光的灵动秀美 而定西最南端的明县 它的风景几乎和大美甘南一样了 在郎渡滩湿地草原 我们见到了草原四周群山绵延 郎渡和湾延其中 水草风貌的自然环境 与九曲十八弯的壮观美景 是谁说只有甘南才有如此美景呢 印象二 没有空调的避暑圣地来定西之前 西安是40摄氏度加的高温天气 抵达定西之后 20多度的凉爽天气 让我立刻感受到了 这座避暑圣地的悠闲和惬意 定西的酒店是没有空调的 因为压根用不上 这里夏天最热的时候 也不会超过30摄氏度 只想感慨一句 这里真的太凉快了 印象三 这里是渭河的源头渭河 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渭河也是陕西的母亲河 作为地道的陕西人 这次甘肃定西之行 我最期待的就是渭水源风景区了 渭河发源于甘肃渭源县城西南的鸟鼠山系 后流经甘肃天水 陕西关中平原的宝基 咸阳 西安 渭南等地 从渭南市铜关县汇入黄河 甘 陕两省 很多地名其实都和渭河有关 比如甘肃的渭源县 铜渭县 陕西的渭南市等 原本为了某种情怀而来 没想到渭水源景区的看点 比我想象中丰富很多 除了文化遗存 飞泉流浦 森林峡谷的自然风光也很漂亮 如果有机会 推荐你也来看看 印象四 定西拥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定西 是渭河的源头 也是中华民族黄河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其自占国秦治隆西郡以来 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 例如举世闻名的马家窑文化 便首次发现于定西市领桃县的马家窑村 我们在七天六晚的定西之旅中 也感受到了定西人文的魅力 例如在定西市博物馆 我们见到了夏图这个镇馆之宝 马家窑灰桃谷 它外表看似普通 实则是禁止出境的国家一级文物 十分珍贵 定西通卫县是中国书画艺术之乡 如今全县接近十分之一的人口 都从事与书画艺术相关的产业 通卫月新国际书画村内 更有西北地区最大的书画长廊 成为远近闻名的书香汇聚之地 魏元的霸凌桥 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纯木质叠两拱桥 桥梁太斗毛以生 称其仅次于河北赵州同击桥 也非常值得一观 印象五 定西有很多美景 仰在深归人卫石这趟定西之旅 有很多景点都有着出乎我们意料的美 但因为知名度和交通等问题 他们依然仰在深归 知道的游客并不多 比如张县的贵青山 一个宛如仙霞距离神仙修仙地的所在 绝对值得去看看 比如魏元县和张县之间的那段212国道 绝对可以堪称最美自家公路 沿途大片大片的高山草垫 风景绝绝子 最高峰海拔2980米的分水岭 既是魏元县和张县的交界 也是黄河两大支流卫河和桃河的交界 站在观景平台上 苦看层栓叠仗的青山 美哉壮哉 印象六 定西也有大片梯田曾经的甘肃定西 被称为苦及甲天下 原因就是这里沟河纵横 山多川少的自然地理环境所致 前文提到的几个县区 也正处于这样的地理地貌中 而这也是大多数外地游客 对于定西的初步印象 不过 即使在黄土沟河中 如今的定西也并不是黄土裸露 风沙漫天的景象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 为了改善生存条件 定西人开始修建梯田 如今定西境内适宜耕座的区域都实现了梯田化 自驾安定区 通位现实 我们沿途看到了大片大片层层叠叠的汉座梯田 蕴含着定西人的勤劳和智慧的结晶 也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印象七 定西有三宝 土豆 洋芋 马铃薯定西是著名的中国的蜀都 种属生产能力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以上 也是定西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之一 定西有句颇有幽默色彩的艳雨 定西有三宝 土豆 洋芋 马铃薯 充分说明了土豆对于定西的重要意义 来定西旅游 我们也尝到了各式各样和土豆有关的美食 当地老乡会自豪地推荐我们多尝尝 这里的土豆和外地可是不一样的呢 印象八 这里是中国药都定西有一句宣 传语叫做当归定西 来之前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来了之后才知道 原来这是因为定西是我国著名的药都 定西中药材的种植面积 总产量均居全国地级是第一 当归党身和黄旗种植面积分别占全国的60% 20%和40% 这次虽然没有参观几个中药材种植基地 但印象深刻的是 我们在魏元县自驾游时 看到沿途种植着大片大片的万寿局 万寿局不仅可以美化环境 还是一种中药材 其中可以提取叶黄素 具有护眼 闷肤等功效 可见中国药都果然处处都是宝 印象九 这里是中国历史的转折之地 定西也是一片红色沃土 1935年9月27日 在通卫县的绑罗镇召开的绑罗会议 正式确定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以及以陕北为大本营领导中国革命的种大决定 由此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印象时特色茶文化定西有种非常特色的罐罐茶 看起来和兰州盖碗茶有点像 也放茶叶 冰糖 红枣 桂园 枸杞等 不过茶叶是熬出来的 以前的罐子是小瓦罐 现在则演变成了各式各样的罐子 不过依然是边熬边喝的 罐罐茶的味道比较苦涩 据说这种饮品来源于游牧民族 有机会来定西 可以尝尝看哦 那么你来过定西旅游吗 你对定西又有着怎样的印象呢 接下来小鱼会继续更新我的定西游记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哦 想了解更多冷门好玩的旅游地 欢迎大家关注小鱼的行李日记 和小鱼一起发现世界更多美景吧